上海静安,以深沉的底蕴,雄厚的实力,开放的姿态,海纳百川的胸怀,成为海派文化的高地。 静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是面向全区中小学生的校外教育活动天地。 在打造国际静安精品教育工作中,我们引领青少年立足民族文化,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墨田社指导教师赵珊珊,在书法教育的芳草地上,心情耕耘了三十载,以传承书法艺术这一中国优秀民族文化为己任,引入民族文化的泉水,浇灌学生的心田。 先后成立了墨田社学生书法艺术团,静安区教育局赵珊珊书法工作室。 由于领导的支持,老师的潜心指导,学员的不懈努力,墨田社学生在国际、全国、省、市区各级重大赛事中屡获佳绩,获等地奖达三千七百八十六人次。 其中特等奖,一等奖高达一千八百三十六人次,培养了一大批书法艺术教育人才。 赵珊珊老师先后出版书传作品集,墨田学生书法传课作品选,教材赵珊珊书画传课艺术等。 为我去幼儿园、小学、中学书法传课教学形成体系,做出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和实践。 一批批学书法的孩子们,从学习者到文化者到教育者到专业者到研究者,他们既学得了书法又获得了幸福,更走向了成功。 我是上海市静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的书法老师,刚来这里一年,听说这里有一个墨田社,老师教学独特,学生学神迹斐兰,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想寻宝问个究竟。下面请大家随我去采访几位墨田社的学员吧。 首先,我要采访的是沈天吟。小沈现在是上海师范大学在读书画研究生。 她也是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会员。高考师作为书法特长获加20分。 我想请她谈谈,她是怎样走上专业研究书画,民族文化道路。 回想起书法学习的这段时光,确实是使我终身难忘的。 在这么多年来,书法激发了我的热爱和执着,也更奠定了我想要传承优秀民族文化的信心和决心。 经过不懈的努力,我琢磨出了方寸之间勤与巧的切入点,从而在今天能够走上书法研究的专业道路。 我想我会在今后把这门书法艺术更好的研究下去,也为弘扬民族文化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下面我们要采访的是诗诗,她毕业于华东理工大学。 诗诗,听说你特别胆小,但是我看了你的作品以后,书法也不失,俊秀,钻壳也很棒。 老师是用了什么魔法,使你树立了信心,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大家都知道,想要练就一首漂亮的字基本功非常重要,但是由于我的性格比较内向,选题也对我来说是件比较难以做决定的事情。 当时老师就建议我选择临摹秀奇的一路,这样一来, 的确我在书法上有了明显较快的提高,然而我在书法艺术上表现了比较胆小, 对于比较豪迈的一路经常望而心叹,感到自卑的当时又想过要放弃。 然后老师又看出了我的想法,让我改学了转课,用转课的精实气来弥补书法上的弱点和不足。 转课作品能够做出成绩,书法也会有了长足的进步。 甚至在当时高考的时候,因为转课特长还获得了20分的加分,进入了理想的大学。 现在的我自信开朗,可以向陌生人很愉快地打招呼,更能在舞台上向众人露出很自信的微笑。 老师的这套因人择铁的教育方式非常地适合我。 怎么样,老师的魔法厉害吗? 哦,接下来我要去采访一位年轻的书法老师,黄文。 黄文,你好,听说你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艺术会展示,你是怎么会走上书法教师这个队伍的呢? 你好,那从我第一次握起笔,在纸上弯弯扭扭地画出横,竖,撇,那,到多年后,我的作品在国际的一些比赛中获得优异的成绩。 那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即使有很多和我一起学习书法的同学,随着年龄的增加,或者科业压力的增大,以及其他各种原因,都纷纷放下了手中的笔。 但我坚持到了现在,我始终相信,书法的学习不仅能够给我增加很多接触优秀文学作品的机会,也能够加深我的文化底蕴,那我相信它是一个磨练心智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我学会了冷静,学会了思考,学会了坚持。 那现在我也走上了书法教育的道路,我希望我能够像我的老师那样握起每一个小朋友的手, 带领他们走进书法的童话世界。 从黄文的叙说中,让我们看到了书法的未来,书法的希望。 大家都知道赵老师教学认真,带人真诚,但听说他有个外号,麻辣教师。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袁一婷,今年因书法诊课成绩优异,而获得高考加10分,目前就都于上海市外貌学院。 小元,听说麻辣教师的外号是你起的吧? 是我起的,赵老师教学一直非常地严格,这几乎是我们所有学生对他的评价。 平时我们只要一犯错,他都会毫无有情地提出。 他对我们,他的教学风格非常地独特,他无论多少的孩子,他都不允许家长陪同上课。 因此他培养了我们非常好的独立能力。 麻辣教师,麻辣体验,渐渐地我爱上了书法这门艺术。 有空的时候拿起笔在纸上写一写,拿起刻刀在石头上刻一刻,没有空的时候闻一闻墨香,也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 书法又称书道,书法艺术的另一面又融合了儒家等学说的世界观,人生观。 赵老师在教授书法艺术的同时,也常常渗透着一些做人的道理。 对此,静安区教育学院附中的周正强同学深有体会。 学好书法的首要条件是先学会做人,我自己也在传承和发展这一国最同时经受了这个精神的洗礼。 就像当年穆宗皇帝问柳公权时,柳公权说,写好书法关键是心证,对,只有心证了才可以比证。 在学书法中,书法陶冶了我的情操,丰富了我的精神世界。 最后我们去采访一位重量级的人物,为什么说他重量级呢? 看看他工作的地方就知道了。 哇,上海市书法家协会。 李晨,你好,你也是书学会员吗? 是的。 你是怎样走上,以书法研究为道路的? 可以说每个小朋友在儿时学习书法的时候都有一段非常难忘的经历。 怎么说难忘呢? 因为别的小朋友在楼下玩耍,他要在自己的房间里拼命地练习书法,一笔一滑,有的笔划甚至要练上几百遍。 然而,这正是一个打好基础的最关键阶段。 可以说我之后在学校里读书,或者说是在研究生班学习,甚至我现在探上书法家协会这个工作岗位都是跟那一段经历有关的。 今年非常有幸我能够考入上海市文联在书法家协会工作,和我所敬仰的老师一同为书法艺术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我觉得非常荣幸。 自2007年连续三年春节期间,墨田社团荣幸地被邀请参加了奥华文联,和中央电视台联合举办的相约中国春节联欢晚会。 社团县里有180个不同写法的钻体符字,绘成一个一米建方的特大符字,将晚会推入了高潮。 上海市靖安区学生书法艺术团自2007年以来,已连续三年应邀前往澳大利亚。 孩子们表演的中国书法艺术在世界的舞台赢得了掌声。 靖安区学生书法艺术团还出访了日本、韩国、港澳等国家和地区进行书法艺术交流活动,将中国民族文化传播到了五周四海。 在世博会盛开期间,墨田社团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邀请,参加了联合国65周年华诞庆典和谐文化特别行动。 二十多名社团学员在世界贸易中心馆泼墨辉好,孩子们的精彩表演把整个活动推向了高潮,又一次把中国书法艺术传播世界。 他们还被授予联合国世界和谐基金会的和谐天使节。 谐基金会的和谐基金会的和谐基金会的和谐基金就是援来遵守了一条副国家的和谐基金会。 这样的还有拥有重要的一个优惠的和谐基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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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aposuit都喜欢传播,但关系冠会凶学生书合书法艺术以计划属性与始有个生亦大量。 我们aposuit的和谐基金会的和谐基金会的和谐基金会, 那为基金会,这方面我们也认为了曼基金会。 这里是金安区七一中学 我带大家去看看 小王老师是怎样上课的 咦 这里的学生 临学的字贴都不一样了 小王老师 请你介绍一下 赵老师是怎样 知道你教学的呢 老师平时经常这样和我们说 那正确的选帖 是书法教学中的 一个重要教学手段 根据学生的个人喜好 那选帖也是我们 收藏活动中一个 首选的教学方法 不同的字帖和不同的字体 能够引发学生们的 学习的积极性和兴趣性 让他们有一个 自由发挥的空间 那给他们这个空间 他们在洗字的过程中 能够张扬他们自己的个性 在整个集体中 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最棒的 称得上百花齐放 我们下一次的属性 我们下一次地积极性和兴趣性 而且在张扬过程中一个 我想请问你 什么叫个性化选帖 比方说 腼腆型的学生 是适合写大字呢 还是小字 正义认的学生 好像觉得应该写小字 比较合适 那么好动型的学生呢 应该先学大字 那胜从型的学生 对老师来说它比较容易 是吧 胜从型的学生 一般叫他们自己读一学体 它跟意志性的学生 有点差别 那么老师可以根据他的个性 帮助他学体 那最难的要算是反抗性的学生 你是怎样帮助他们学习的呢 反抗性的学生 我首先尊重他们的意见 那么在他们的意见下 有意思的驾驭引导 然后呢发觉 启示他们对某些铁的偏好 下面我们去一师傅晓 听听小顾老师是怎么说的 因为他是赵老师的徒弟 吴老师 您好 您是怎样指导社团学生 学习书法的呢 作为社团老师 我们平时将校内外相结合的教学理念 融入到我们的教学活动中 通过习字与德语相结合 大字与小字相结合 我们的书传与国画相结合 写字与识字相结合 习作和创作相结合等几个结合点 渗透到教学活动的综合性 然后我觉得这是一套行之有效的 而且是非常独特的教学的风格 那么也使我们的学生 在书写的技能上提高的更快 更好 这样的专家型的老师到我们学校 我们是非常欢迎的 一个就是说它带来的不仅仅是在 书法艺术方面的一种技艺 一种修养 一种文化 更主要的是带动了我们学校两代人 守得平常心 墨田耕作琴 时尚课春秋 笔下写古镜 墨田耕耘 满园新香 赵山舍学生 书法 作品展 在这里荣重结果 为这次书法作品展的举行 表示热烈的祝福 墨田耕耘 满园新香 赵山舍老师不但向学生传授书法记忆 更是以书法所蕴含的人文精神内涵 影响学生 赵山舍老师指导学生 在临摹古代碑铁时 不只是一样画葫芦 而要从书法家的字里行间 去体会所表达的情感 艺术人格魅力 赵山舍老师还通过组织学生参观 西林映社 了解博大精深的映学文化 特邀专家带领学生探访上海博物馆的 书法 篆课 青铜器 绘画 瓷器等展馆 聘请名师作《文房四宝》的鉴定 漫谈书法艺术 书画艺术同源 《行草术渊源及技法》等系列专题讲座 让学生感受文化魅力 提升艺术素养 构建心灵家园 心正则笔正 学好书法的首要条件 就是要先学会做人 在继承和发展 书法艺术这一国粹的同时 也是一场精神的洗礼 在512汶川大地震发生以后 赵山山老师个人向上海红十字会 捐赠赠资赛善款数千元 为了教育学生 关心社会 帮助他人 自2000年起 社团每年举行一次 义卖活动 把自己书写的扇面和春联 通过义卖所得 钱款捐助希望工程 赵老师经常带学生走出课堂 为敬老院老人 写受纵符 组组织与好巴连解放军联欢等社会活动 他所创办的墨田社是一个活泼民主的学生书传社团 培养了一批能自理 重责任 具有团队精神的学生 更可喜的是 培养出了一批具有良好素质的中国民族文化接班人 赵老师可以把他多年的教学经验传授给我们 对我们年轻人来说是受益匪浅的 让我感触最深的 也就是说他在教我们写好字的同时 也是就是教会我们踏踏实实的做好人 自2007年赵姗姗书法工程社成立以来 更是